下面简单的讲 物三是讲到众生无量无边的生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一个生而已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过去是什么 过去可能是帅哥 美女 过去可能在天上住过 可能我在地狱恶鬼畜生也轮回过 所以讲摩尼佛说 他在六道轮回也轮回过 但是他跟众生不一样的是 不管在无量的众生生里面 他都有菩提心 翻过来五十八页 物四知无量的圣者生 物五 佛有各种生 简单讲智生 法生 虚空生 跟十种自在生 最后总结 己三六度波罗蜜 总设无量无边的法门 从物三以后 我想起码我还要讲半小时才会结束 这个呢 这是尊贵的法 我也不会这样应付 这个留到下一次再说 我现在回答问题 虽然九点敲钟 我看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回到九点十五分 然后我们再来敲钟 好不好 各位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哈 感恩你的体谅 那其他的呢 就以后再看好了 师父请问人是从哪里来 从业力来 你的神士 还有你的爸爸妈妈 父亲母学 就是受精卵而投胎 请问师父为什么会有地狱 答案是什么呢 心显现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没关系 他问的问题虽然很基础 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真的想学习佛法 举个例子 请问在座的人 假如你有经验去过night club night club 就晚上 对不对 一个灯 对不对 就这样子旋转 然后大家就这样跳跳跳跳跳 然后很快 跳那个rock music 请问club怎么来 人创造出来的 我是没有去过 你放心 那你说你为什么知道 我看电影的嘛 电影里面会介绍到嘛 对不对 可是你会觉得很多人呢 他就是晚上下了班 要什么 release their stress 要放下他的压力 所以就是呢到night club 就去跳啊 疯狂跳 那请问 这么暗暗的一个旋转厅 是从哪里来呢 从人创造出来的 同样的地狱 也是众生造了恶业 而创造出来的 师父请问 阿罗汉会不会上到 Danggi的身体 说他是阿罗汉 有阿罗汉会不会让人家 知道他是阿罗汉 答案是不会的 阿罗汉他有神通 他自己可以显现 根本不用借Danggi来显现 第二 真正的阿罗汉 是正无我的 所以波尔经 金刚经说 真正阿罗汉的人 他不会说 我是阿罗汉 假如他说 我是阿罗汉 他代表有我值 这个人不是阿罗汉 没关系 师父请问 帮助我指点 要怎么做 才能消除你的业障 很抱歉 我要说 这位莲友 你可能是出现一两天 我从讲经开始就是讲很多了 所以回去清经吧 好不好 回去从第一集开始讲 这不是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是其实我讲了很多方法 点灯发愿 也可以消除障碍 唱文书咒 念文书圣号 也可以消除障碍 师父请问初学佛法的人 应该以什么心态来学佛 答案要虔诚 恭敬心 第二 以什么佛法来把恶念改为善 善念改为敬 答案是文思修 解定慧 第三 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专心听 师父 我自己读广论 读到狭满人生 人生难得 我们应该情修 可是 净除恶业 积聚之良 希望来生得到真上身 真上身就是一事比一事好 如果今生能够得到解脱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努力 还要等到来世呢 答案问你 你反问你 你自己今生能解脱吗 理论是很好 你想想你自己的烦恼习气 虽然你很有善跟读广论 听好 广论我全部读完 我没骗你 我还读部分的英文本 藏文我懂一点点 我东文全部读完 所以伟大的忠告八道师 是很了不起的 把三世一切的诸佛 发现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但提醒你 菩提之良论讲的是上世道 所以可见道次第是很重要的 不是混在一起 像炒大锅菜 面粉 面通通炒在一起 对不对 不是你要知道道次第 所以你说 假如今生能够得到解脱的话 为什么还要等来世呢 答案你是不可能的 佛都要 要积三十二项 八十种考 要清净庄严 累结修 每一项都要摆结 修相好 千伏修庄严 所以你说 你自己今生就能解脱吗 答案是不太容易 除非你善根深厚 是成愿再来 那我没话说 可是佛是要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他要深深适适 不疲不严的努力 所以为什么叫做 法门无量是愿学 众生无边是愿度 学佛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世的 即使告诉各位连友 你听经也不是只有这一世的 但是啊 有些连友很有善根 继续这一生呢 他有很好的福德因缘 继续修持 有些众生啊 就是过去混得太凶 每次都是考五十九分 被荡掉 所以重新再来的 所以理论跟事实之间 是有距离的 接下来他问题说 我读广论 要到西方极烈世界吗 到那里再继续修行 那如果现在的话 应该怎么做 好 注意听 大秤跟金刚秤 有不同的地方 在金刚秤里面 认为上师是佛菩萨的化身 除非你遇到这上师 是真正的好的 比方说尊贵的大宝法王 他真的是关心菩萨化身 你不要怀疑 真正的呢 好的佛菩萨化身的话 你生生世世跟着他是很好 但是有个问题 你有业的话 你还是会生病 还是又生老病死苦 只是说你跟着师父 你修行的因缘会更好 所以在金刚秤里面 他不提倡求生 敬佛国土 他不会一直跟你讲 大乘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要去极乐世界 要念观世音菩萨 其实他们也有 他们念六字大明咒的人求生 观音菩萨的观音净土 念文书心咒的人 念文书净土 念莲花身大事咒的道 莲花光净土 他们也有 但是在跟大乘比的话 他反而发愿 生生世世跟着上师 这叫生生世世得到真上身 这是很好的 但你要想一个问题 你如果业没有改的话 你还是要生病的 你还是会有生老病死的苦 只是说你有好的老师 真上缘比较好 这样子 那在大乘里面 因为大乘跟阿弥陀佛 跟观音 跟所有的文书普贤 观音地藏 乃至于药师 都很有缘 所以大乘进佛国土 告诉你说 人间你要行菩萨道 但不要执着 就像我今天唱的 灭了日巴正道歌一样 人间是虚妄的 那你这个学校读完了 为什么不发愿到 极乐世界去修行呢 或到进佛国土修行呢 就像举个例子说 在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很好 但是假如你不选 你可以到美国 哈佛大学去读书 你可以到英国 伦敦大学 剑桥大学读书 他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那你不能说他自私 他读了PHD以后 可以回到新加坡贡献 回到任何一个国家 都贡献 所以肯定 进佛国土是非常好的 那详细的道理 将来有机会再为大家讲 维摩结晶的 进佛国土品里面就有讲 简单的说 做结论是说 大乘里面会发愿 求生佛国土 他有良师 意有跟好环境 所以你在人间行菩萨道 是很殊胜的 你也不用躲避 你应该去感恩 但是你得到的功德 要回向无上的佛果 那在金刚寸里面呢 是要发愿 生生世世跟上师 我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听 有一位法师 跟第十七师 高玛巴非常有缘 他曾经为所有众生 问了一个很好问题 注意听 他说尊贵的法王 以前我们都是念 观世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 现在我遇到金刚圣 伴你做上师 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请问我们是要跟着你呢 还是我们还是去极乐世界 尊贵的大宝法王说 极乐世界要去 要去 极乐世界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那是阿弥陀佛的净土 当然比这里好 那他回答了一个问题 他说 你以为干妈巴只有我一个人吗 十方佛国土都有干妈巴 这个就是开悟的人讲的话 了解吗 你以为十方只有一个人吗 阿弥陀佛无量的世界都有 要是佛也是无量的世界都有 文书福 贤 观音 地藏 在无量的世界 你都可以见得到它 但问题是 你现在在说佛世界 看不到它 只看到它的佛像 那是你的业 所以应当要发愿 往生净土 这是很殊胜的 师父 我是一个初学的人 您的弘法让我受益不浅 我的问题是第一 当我第一次听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眼泪就流得非常多 就像崩溃的水堤一样 就是水坝一样 等到整个录音带听完了呢 我才忽然恍然大悟 为什么 其实这没有什么 这个问题我在其他讲经说过 这是你的善观 应该讲震动你的心灵 那同样的在两三年前 你参加基督教的这个 所谓的联谊会 听到他们牧师 对不对 然后为大家开示 然后唱圣歌 接下来信众为他洗礼 当时你说你虽然没有去洗礼 但是你也很感动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的心 有很好的精神生命 我虽然是佛教徒 我很喜欢唱歌 我听到西方的基督教 Holy song 我也是会很感动的 这个说明是说 你是有精神生命的人 感动只是一股流眼泪的表达 但是不要哭太多 第二个 请问佛教徒一定要归一吗 换句话说 没有三归一的仪式 就永远不是佛教徒吗 答案是的 这个不要变 答案就是这么清楚 是经论里面就讲的 另外第三个 你问一个私人的问题 我会打电话给你 下面请问师父 开始有一位联友他讲说 菩萨是如如不动 他说假如我们做得不好 或做错 佛菩萨是不会怪我们的 请问对吗 我的想法是 佛是不是用法身感应的呢 师父在社会上 社会都在我们改变 请问我们佛教在社会上进一步 弘扬佛法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到如如不动呢 你这位联友虽然问的问题很好 但是你不太清楚 什么叫如如不动的意思 听好 佛跟菩萨没有我值 你这里说 我们假如做不好或做错 佛菩萨不会怪我 我不知道你只做什么 你是只做义工吗 还是做什么事 还是在佛门做事 以后尽量可以写清楚一点 假如你做得不好 是违反五戒十善 你是杀到迎望久的话 听好 佛跟菩萨是无我 他是不会惩罚你 但护法会惩罚你 像委托菩萨 前来一生中菩萨 他会惩罚你 你不要说不慈悲 是因为你做的事情会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护法会惩罚你 佛菩萨他无我 当然他慈悲 永远放光加持你 鼓励你 但是假如你做错的事情 是违反杀到迎望久的话 那你要忏悔 护法会惩罚你 这是真的 不要说不慈悲 第二个你说如如不动 简单的讲是说 心不受外境影响 不是像后面这样坐在那起 哇好人摆 这个叫如如不动 不是这个意思 那可见你理解的佛法 不太完整 如如不动是指金刚经 你的心如如不动 他用法身做比喻 对就像天上的月亮 注意听 千江有水千江月 法身像天上的月亮 所以有水的地方都有月影 月光代表爆身 晚上的月光很漂亮 法身是如如不动的 月光代表爆身 那影子呢 是代表化身 所以用这个例子 在华言经比喻 为世中也很喜欢比喻 千江有水千江月 叫法爆化三身 所以这位联友你问得很好 但是佛法要加油 要精进 我看问题先讲到这里好了 再讲的话 各位今天打算呢 就要住在海印古寺 打残妻了 或打佛妻了 其他的问题 你放心 师父会很真心 有些问题是很私人的问题 我会在我离开新加坡之前呢 我会打电话给你 你说 哎呀 阿弥陀佛打电话来了 心红法师打电话来了 我会打电话给你 然后有些呢 我会尽量满你的愿 这些问题我会留着 将来在后面奖金 进度够的时候呢 我会在相关的地方介绍 所以希望你能够有耐心 也大慈大悲 敏众生 体谅大家好 那今天呢 最后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那因为是最后一天 我们要总回向 所以肆意等一下下 你还可以坐椅子休息 我们要唱一下 岳葬经吉祥发愿文 好 不管你是参加一天 或是八天都参加 都有无量的功德 希望你先把心静下来 为自己 为家人 为新加坡 为无量的众生 一起学释迦摩尼佛 发广大的大愿 请切换幻灯片 这个愿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每天发 你要用唱的也可以 不唱的话就很虔诚 跪着而念 我悉心哭泣 众生不舍弃 此生的灵法 就只让 既然不意为平忠生 灵法就只让 既然不意为平忠生 父亲 老弟 老弟 身在即子子 道乡马车身 灵法旧自然 我喜公主 即生吻父母 主师掌 灵法旧自然 安慰万佛地骨 阿身子 佩首重重复 灵法旧自然 我修节律意 长夜 长经训 使法 安慰万佛为真 灵法旧自然 我喜常忍辱 忍住的众生 为众主 烦恼 灵法旧自然 我喜静静静 千古藏 忽多 主 终生 灵法旧自然 我愿违辱 无所谓 忍住的众生 我愿违辱 作词、堵法旧自然 我喜为佛人 许在一间 我愿违辱 忍住最后 联明神说 阿无量论灵法旧之然 奔我喜藏联明神 几神觉柔 今生神之间 为真诚发愿 我民儿众生 因此阿三受感知 与三尘尘尘尘尘法师 我喜之方便 读何见难知 与三尘尘尘法与灵不绝 我喜一世神 救出众生 我愿烦烦恼 令四中救主 我喜足外道 欠见网 含之欲沾入四床的供养 好 打招几分钟 第一个 刚才问的那个地水火风修行法 可能我有点急 因为我看时间 我想我再多说几句 并不是说你列的功课表不好 而是你的心对任何一个法门 都要坚定的信愿性 虽然你讲地藏 观音 文书 普贤 弥陀都很好 一个方法 注意听这一段 要么你就专修一个法门 比如地藏法门 你修一年 明年再修观音法门 但是所有的功德都发愿有一个目标 回向你要去的进佛国土或成佛 还有一个方法 假如你越听越欢喜 你实在每一个法门你都要修 这样的话你的心才叫一步一脚印 这样了解吗 我不是说刚才你这样修不对 而是我觉得你并没有理解到佛法 它真正用功的重点在哪里 所以录影的部分请继续录 这一段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我最后呢 只有还是感恩再感恩 你放心 我的病好了 所以不用给我要 那感恩所有的一切 首先感恩三宝 感恩呢 我没有生病 也没有障碍 能够呢 很欢喜的心 为虔诚新加坡联友的众生 演说这个盛生的佛法 当然也要感谢海英古斯的住持 跟护法委员 以及所有的联友 所以不用拍很多声 就呢 以一次热力的掌声 感谢所有一切的众生吧 好 谢谢 那关于这个经 原则上是半年讲一次 我发愿会把这部经讲完 大家要很多很多次 虽然六卷 我想一卷都要讲两次的话 可能呢 要十次到十二次吧 我希望能够健康长寿 然后也帮助很多的众生 那按照时间来说 应该照道理是要拍到 今年的十一月底或十二月 但是因为海英古斯呢 有把八十年的很多 一系列的活动 接下来他们将近有九十个人 到一百个人 要去菩提家园朝圣 所以他们接下来呢 又有过年 又有很多法会 所以讨论了半天 讨论过来 讨论过去 要等到2009年的国历 三月初 我才会讲这个主题 那关于part 2的呢 上一次的DVD会在十月呢 它八十年周庆的时候会流通 希望各位联友可以珍惜 也发愿跟一切的众生结缘 到时候海英古斯会免费赠送的 跟大家结缘 那这个主题呢 可能要到三月初 那至于之前我来不来新加坡呢 我不知道 一切无常法在看音缘 好 就这样子 待会会敲钟 敲完钟了以后呢 大会还有事情宣布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释迦摩尼佛 那母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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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摩尼佛 那母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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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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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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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主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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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